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被惠子吓了一跳 哭着就跑开了 真是胆小嘴 大王 到了放学 惠子怕回家挨骂 就跑到卫生间洗脸 可是这脸上的妆却怎么也洗不掉了 怎么回事啊 突然 一只手搭在惠子的肩膀上 惠子不敢回头 不过透过镜子能看到一个女人 你觉得我漂亮 漂亮 那我把你剪得和我一样漂亮 这个故事里的妖怪就是猎孔女 她是一个披头算放 用口罩遮住爆裂嘴巴的女人 是日本都市传说中的一种现代型妖怪 关于猎孔女的传说 那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 猎孔女的传说横扫了全日本的校园 起初 猎孔女只是小学生之间流传的话题 直到部分学生被吓得不敢独自去上学 家长们发觉事态的严重性 要求老师特别留意学生们的安全 后来 学校出面向警方请求协助 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工作 闹得最凶的学校 甚至被迫全面停课 在一九六九年六月 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 称有一位农村老妇去厕所时撞见猎孔女 结果当场惊呆 导致昏迷 接二连三的事件 以及大众的恐慌 使猎孔女的传说广泛传播 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极度不安 后来 尽管猎孔女的传说被人们证实并不存在 但猎孔女怪物仍被人们口口相传 还成为了很多鬼故事的蓝本 甚至被拍成了电影 在每一句《康斯坦经》中 就有猎孔女害人的电影片段 你需要到处备到处备 注意到处备! 跑! 看到这儿 你可能就好奇了 猎口女的传说因何而来呢 据说猎口女本身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女孩 在一次整容手术中 因为麻嘴师的失误 导致女孩在手术进行中醒来 由于剧烈疼痛 女孩慌乱之下做出应激反应 嘴巴被医生剪出很大一个口子 女孩看到自己毁容的样子 非常沮丧痛苦 一气之下 她拿起手术刀 捅死医生就跑掉了 这个事情不断传播发酵 谣言不断升级 最终女孩被人称为猎口女怪物 引起校园和社会大众极度的不安 据说后来被认作怪物的女孩 最终死在警察的乱枪之中 猎口女凭借着小说影视等文学作品 再加上互联网的传播 在2004年登陆韩国 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可近几年来却很少听到 关于猎口女的传闻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 在童年时代 你最害怕什么 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回复答案 根据答案的点赞数量 选出幸运观众 送上我们的精美礼物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